Linda藏宝箱 台北自来水园区 台北自来水园区位于中正区四园街 主建物采用巴洛克式设计 园区分为三个主题系列 时光胶囊古迹系列 雨水共舞水水系列 以及生态绿能环保系列 时光胶囊古迹系列 以文化古迹建筑为主 有自来水博物馆 观音山蓄水池 凉水市古迹广场 以及浑水抽水站 雨水共舞水水系列 以户外景观为主 并加入清水游乐的设计 景观池 喷泉庭园 书配水器材展示 清水体验教育区 水箱庭园等 可以玩水 也可以学习到水知识哦 生态绿能环保系列 则以自然为主题 有公管进水场的水水光廊 以及小观音山生态登山步道 由于之前属于军事管制区 开发度低 因此保存了完整的灵象生态 在登山步道 可以认识多样的动植物 除了自行参观 园区也提供了两种导览活动 一个是周二至周日的 自来水博物馆导览 另一个是周六 周日 及历假日 需要领取号码牌的 观音山蓄水池导览 我们使用的自来水 从水源取水后 导水至净水场 经过沉淀、消毒等过程 去除杂质与病菌 净化后的清水 就储存在蓄水池 最后才经由管线 送到大家家里 观音山蓄水池 位于小观音山上 与台北自来水博物馆 同时齐完工 以半地下室的方式建造 上方用草皮覆盖 从地面上 只会看到一小栋房子 因其建筑特色 又称为地下水宫殿 蓄水池在民国66年 功成身退 整修后 于108年 开放给民众参观 跟着导览人员 才能入内 一览当年蓄水池的 功用与设计 自来水源区 是个寓教于乐的地方 不论是喜欢古迹 清水活动 还是登山步道 都可以一次满足 从捷运公馆站步行 约五分钟就可以抵达园区 其他相关资讯 请参考下方网站 琳达藏宝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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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